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 砍大山 人在这个世界上啊 最亲密的人 最值得信赖的人 同时也是最你最好的人 应该是谁呢 那就是你的家人 有人说那家人也不一定 主要是你把家人的圈子固带大了 那你说谁可以称为家人呢 其实不多 就是父母、爱人、子女 就这几个人可以称为你的家人 很多时候家人之间的爱是无私的 是真诚的 是不是这样的 经常有一句话什么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确实很多家人之间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你好 但是就是这样的爱是真诚的爱 有些时候也要警惕 有朋友说怎么爱还要警惕呢 因为这些爱一定一旦超过了 那个临界点 可能是对家庭最大的伤害 有朋友说爱还能使家庭受到伤害 对的 那么怎么说呢 我给大家聊一聊 你看看是不是 例如父母对子女的爱 说实话 对大多数父母来说 对子女那是真爱 那真是无私的 老宋有孩子 老宋对孩子也是这样 为了孩子 我可以失去一切 只要是我有的 甚至是生命 都没有问题 只要是子女好 让我付出什么都行 是不是呢 但是如果做父母的不适度 不适可儿子 那么可能就是 适得其反了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哦 从小做父母的 就想安排子女的一切 从你的爱好啊 从你对你将来的好处啊 等等等等 就比如说爱好吧 如果子女和父母的意见相同 那么子女的爱意见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子女和父母的意见不相同 小孩你懂什么 你什么也不懂 就得听父母的 你的想法被否决 是不是这样 大多数都是这样 行 咱说小的时候啊 必定孩子小 可能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不知道 对自己的未来不懂 因为他不懂事嘛 是不是 哎 这样听父母呢也行 那你说大了一点啊 大学 考大学 选专业 再大点 选工作 那么父母都会以你不懂 你不懂这个社会来要求你听从父母的 是不是呢 然后包括以后找爱人 父母经常会孩子说 你懂什么 爱情能当饭吃吗 你听我的 我过来人 我才知道必须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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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物质决定了很多东西 是不是 好像你的每一步都是父母来决定的 你会发现越爱你的父母对你的关照越多 对你的人生决定参与的越多 而且你基本上没有反抗的机会 是不是这样 如果父母的决定都好了 那么父母就会说 看看没 多亏听我的了 要不听我的你就完了 那你说父母选择都是对的吗 不一定 有的时候如果父母选择错了 因为他的选择造成你的生活不如意 那么你会怎么样 你是不是会埋怨 有时候你会指着父母 都怨你当时 如果按我说的就不会这样了 你以为这点父母会说 嗯是的 哎呀 是我错了 是我这个 不会的 父母都会什么 父母都会抹着眼泪说 我不是为了你好吗 啊 我为了谁呀 我付出那么多 从小到大啊 对你什么呀 我付出那么多 为了谁呀 不都是为了美吗 啊 现在好 你反过来 埋怨我了 我我真是我心都给狗吃了 是不是 这么一说 怼的你是 牙口无言呢 是不是 看起来父母这样的爱 是为了子女 是无私的 是真诚的 是真爱 但是在他的眼里 孩子就是他的付苏品 孩子自己的人生呢 是不是 小的时候可以了 再大了一点 孩子自己的人生 可能很多时候 需要他自己做主 父母 你应该去建议权 而不是决定权 不能因为你的爱 那么无私 你觉得你是爱他的 你觉得去为了他好 就去影响 他的人生影响 他的选择 那么你要错了呢 是不是呢 你仔细想 你孩子的话 你不是玩人 你也不是圣人 你不可能全对的 是不是 咱再说 这是结婚之前 好 结婚之后也是这样 夫妻之间 一旦出现矛盾 父母会站在谁这边 一定会站在你这边吗 为什么 你是他的亲生子女 他爱你呀 对吧 没有你 对方就是个陌生人 所以他当然站在你这边了 那么很多父母呢 其实心里头都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父母就表现出来了 有些父母啊 只是常在心里 不会表现出来 甚至还告你 哎呀 对什么好一点 要怎么样 有些父母不 啊 我得为我儿女撑腰 我得为我儿女打气 我得给我儿女站台 甚至冲在了儿女前面 为什么 为了不让儿女吃亏啊 啊 不能让我的儿女受委屈啊 是不是呢 那么你想一想 这样下去会什么结果 有多少本可以恩爱的家庭 就因为这样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 这个家庭就毁了 是不是呢 朋友们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 好多父母 这种爱会毁了家庭吧 哎 这是第一 这是前途 咱再说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 无论妻子对丈夫的爱啊 都一样 尤其妻子对丈夫的爱 妻子对丈夫的爱 体现最高的体现是什么 管教 啊 因为男人嘛 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坏毛病 小毛病 那大毛病是不说的 就是有一些所谓的小毛病 什么不注意卫生啦 什么有一些胡朋狗友啦 什么有一些游戏啦 是不是 无用的爱好了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 妻子呢 都想改变你 啊 妻子说一说 我是为了你好 我为了什么呢 我为了这个家操心一切 我为了什么呢 啊 他都想 让你好好努力 为了家人 怎么怎么怎么样 确实 你那些算是一些不好的小毛病 看起来他也是贤妻良母 但是 每个人活了这么多年了 他总有自己的一份想法 已经成为习惯了 还那句话 有一些小毛病 小爱好 是可以理解的 你不能就那么给他 强制的剥夺了 那么他的人生 一点乐趣都没有了 你觉得合适吗 同样一个道理 如果你的老公去改变你 什么都把你改变了 你觉得合适吗 你愿意吗 你也不愿意 比如说你喜欢逛街老公说了 你逛街有啥用 咱就别逛街了 你会怎么想呢 是不是呢 一样道理 同时 当夫对妻子也是 有些以爱的名义 你不用工作了 你看我这挺忙的 你回家照顾孩子吧 说起来 我挣的钱多 也不差那点钱 怎么你随随便便 现在就把你妻子工作的权利剥夺了呢 你说我以爱的名义 不想让他那么辛苦 不想那么累 但是你可以去咨询他的意见 而不是强制的就剥夺了人工作的权利 是不是呢 你觉得人家里是享福了 可能对他来说 是遭罪 是不是 还有的夫妻之间的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不能失去你 因为我关注你 所以什么偷摸查看手机呀 不能和谁交往啊 甚至还有的跟踪啊 怎么怎么样 这些事情 都是以爱的名义 那么好了 这些以爱的名义 做出来的事情 其实是伤人的 有的时候一开始 可能是忍耐忍耐忍耐 当忍耐到一定时候 忍耐不下去了 怎么样就会爆发了 爆发到一定程度 夫妻之间就破裂了 你看呢 好多夫妻之间破裂啊 不是因为什么大事 有的是因为什么家暴出鬼呢 甚至有的夫妻之间 没有什么大事 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太爱对方了 这个爱超出了边界 也会出现问题的 会给对方招来太多的压力 太累了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好了 反过来说 最不该的就是子女对父母了 父母老了 一辈子了 你说这子女就长大了 这点子女可能也是报复 哎呀 小的时候你管我那么多 啊 现在我长大了 你老了 行了 我得管管你了 开始干涉父母的生活了 啊 有一些父母 有一些爱好啊 做一些事情啊 子女开始强烈反对了 因为什么 他们觉得你们是什么呀 啊 没事跳什么广场舞去啊 你们溜溜玩不合适吗 啊 有点好的爱好不合适吗 啊 你们一堆人啊 上哪了摆了姿势 拍个照 哎呀 多丢人呢 啥意思 很多年轻人都看不惯 看不惯呢 他就反对父母这么做 其实咱不能说这个爱好是好是坏是对是做 只要父母不过大哥 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 不被人骗钱的情况下 他开心就好了 还有能多少年活头啊 他愿意干啥干啥呗 做子女的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呢 啊 你觉得你是正确的 你觉得他丢人 人家觉得自己开心 就给你丢人了 啊 是不是呢 还有的老人说想栽婚了 是不是 哎 在合适的情况下 互相了解的情况下 啊 你这种子女的反对 不行 怎么的啊 还有的子女呢 把 非得把老人遮到身边 在很远的城市 老人本来在北方生活 非得接到南方去 本来在南方生活 非得接到北方去 这老人啥啥也不习惯 看谁也不顺眼 跟谁也出不到一起去 你说是不是 吃什么也吃不好 你看着你是爱 其实呢 你对老人是怎么样 朋友们想一想 是不是呢 说实话 这些爱 大多时候 确实是真的 而确实是好心 但是有一句话 好心 未必能办好事 有的时候 你未必是正确的 甚至 对家庭 和对你爱的人 反而造成了伤害 还是老宋那句话 爱 也要有度 哪怕你是真爱 给对方留一定空间 给你爱的人 留一部分空间 才会更好 你说对不对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 看大山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 感谢朋友们 感谢观看